都封与杨明这次可以丧心了 就算主力被关了禁闭 但他们的状态也不会落下 因为根据国外人与赵基伟近日微博发布的动态来看 他们不仅能够到户外活动 还能到篮球馆进行相应的加速训练 这也就可以让他们的状态迅速回温 看来广东与辽宁党队又可以开启他们的独冠征程了 但他们这次还能在总结策中会师吗 下面塞兰兄弟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大家也知道 在中国南篮正在世界杯一雪赛的时候 广东与辽宁党这两支球队各自抽掉了四名主力球员 前往日本先台征战 可恰恰就是由于这次出征 也就让他们面临着21天的隔离期 没有办法 就算这些工程重新回国 但一切还得以安全为主 就连中国南篮的主帅杜丰也赫然在隔离之列 不过 这次不仅可以让隔离人员在外面放风 甚至还能到篮球馆进行相应的加速训练 这对于他们状态的保持可是非常有利的 而到了第二阶段正式开赛的时候 他们的状态一定能够达到出战的标准 不过 不管是杨本也好还是杜丰也罢 他们必然都已经想好了相应的对策 既然四大主力都出在残血状态 那就让他们在第二阶段的初期冲到配局 先以他们的第二战胜为主 在保证距离优势的先例下 再让这些主力球员以战养战 说的再直白点 那就是通过大量的比赛 来让他们找回曾经的状态与手感 这也是让他们状态快速回归的最佳办法 不过好在 广东与辽宁这两支球队板凳席的深度都足够厚实 这也就让他们拥有了足够的底气 来让他们以战养战 要知道 当天赛季对于所有的球员来说 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理由也很简单 经过第一阶段赛事的持续模拟 不少球队的东河势力都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其中不仅有广东辽宁浙江等强队 就是深圳上海北京首钢与广州等强队 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 而且 他们还经历了四十多天的窗口期 这也就让他们拥有了足够的时间 来定向补足自己在第一阶段的暴露出来的短板 他们的势力已经由此再度突破 这也就让不少的球队面临着新的挑战 尤其是广东与辽宁这两支冠金强队 他们必然成为了所有区队赶超的对象 就像在第二阶段的首战中 辽宁就将以北京首钢打一场遭遇战 但这次 杨明他们赢的可能性还真不大 理由也很简单 他们的四大主力必然无法发挥出自己的对加状态 而反观北京首钢队 不仅黎十号与吉布森的状态都已经恢复着满血 就连他们的本土球员也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可以说 这两支球队一队处在了点停的弹血状态 而另一队也处在了点停的满血状态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杨明还能率领辽宁队 彻底碾压北京首钢队 那他是真正的奇迹呢 不过 广东队的情况就要比辽宁队好上很多 因为 他们在第二阶段的首战的对手正是广煞队 而他们的主力球员同样处在了隔离阶段 这也就是说 当第二阶段比赛正式来临的时候 他们也处在了残血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杜丰的广东队无疑是更具优势 因为 他们的主力后卫胡明轩 由于皮肤过敏的问题 并没有跟随中国南篮 争战世界为一血赛 再加上 易建连的状态也在逐步恢复 这也就让广东队的阵容方面更具优势 但是 最多只需要无场比赛 广东与辽宁这两支球队的状态 一定可以重新满血复活 由此 他们也将大概率在总决赛中再次会师 而这次 豆瓮与杨明两人显然就可以放心了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